很好玩 刚来桃园教课 就被一些学院派的老师排挤 不是排挤 不要讲那么难听 就是批评 说我的话怎么样 我就很难过去找我的恩师 我的老师大师 我的老师是 他走的时候 国家还给他覆盖国旗 还给他一个 那个什么勋章 那个大师的勋章 我那时候跑回去找我老师说 人家讲我的话怎么样 老师说你不用难过 老师支持你 你认真教学 他就给我讲这几句话 一下子我就顿开 就是说马上我就不理人家怎么样 我就教学到现在 因为有些人很排挤 领南画派 因为他们认为领南画派 领南画派 现在台湾来讲很有名 欧豪年黄磊森 都是领南画派 可是领南画派学生最多 因为他的话很讨喜 可是学院派他就在排挤 怎么领南画派又怎样怎样 其实错了 艺术没有绝对的对错 你只要画的 人家欣赏就好了 领南画派是墨古画比较坚信抽象 领南的墨古画春法林那么多 但是领南画派它是讲求意境那个氛围 它是讲求灵气 领南画派是讲求灵气 后来当时我跟我老师 我32岁拜师 那时候我就 我老师是文化大学教授 那我也等于是跟这个教授学话 我不是随便找一个老师 结果我就文大的教授黄磊森 欧豪年黄磊森 那我找我们老师 我32岁跟他学话 学话的时候老师就说我 有一次就说 我本名叫常儿 他常儿你画的画很灵秀 他就说很有灵秀 他是讲灵秀不是灵气 我那时候很高兴 老师怎么会这样讲我 我很高兴 自己心里头很高兴 老师称赞我 我画的画很灵秀 可是不懂的是什么意思 只知道老师这样讲我 后来就才知道说 原来是什么意思 结果我们到大陆去文化 我老师去七十回顾展 我跟老师到广东广西去玩 跟老师去 那我们那些师姑 就是我们老师那师俗师姑那些 就跟老师敬酒 我们学生也会去跟老师敬酒 结果老师就会跟他们称赞 我这个学生很棒 每一次就指我 那么多学生一起去 他都会指我 就我说老师你别这样 别这样 他都指说我这个学生很棒 他好多学生 我们老师一直鼓励我 他就这样 结果我们老师走的时候 既然他偷梦给我 他偷梦给我 他一百天内 百日内 不知道是有没有 人家讲这个东西怎么样 我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 他百日内我就收到他 偷梦给我 他说 你知道陈皇爷在哪里吗 我说我知道 我就新竹人我带你去 就我就醒来了 就醒来了 醒来以后我就开始 我那甘女婿说 既然老师脱梦给你 你要做 我就用他开车子载我 和我甘女儿就开车子载我 我们就上车就引他上车 下车就引他下车 到陈皇爷我就买了一份 我女婿很难贴心 就买了一份 一份那个东西给我拜 拜的时候 我就跟陈皇爷讲 我带我老师来 他说要找你 我交给你了 我也不知道 那个陈皇庙的一个太太 教我这样做 我也不知道这样做 有没有效 但是心意嘛 总是心意啊 感恩他 感恩他那个老师 感恩老师啊 就这样子 老师他几岁走 我老师八十七八十七八十 很高瘦的 很高瘦的 他跟师母差二十九岁 他两个感情非常好 这神色不能画篱笆吧 我画一点树好了 小时候 他跟我师母感情非常好 所以我老师的话 你注意看黄磊生的话 你们上网路上可以抓 黄磊是三个石头的石 生是生命的生 我老师 他也有樱花林 就是这个画法 我老师他 他的画里头很有爱 他两夫妻感情很好 所以艺术家会 因为他的人生的机遇 而他画出的东西 也会有那个 然后我比较爱做梦 所以我画的话就比较 比较喜欢梦幻一点点 他个人那个 欧豪年老师 欧老师的话就 欧豪年老师的话